为什么都说男人是禽兽 你看啊 男人小时候是熊孩子 长大点是兔崽子 瘦的像猴 胖的像猪 富的能当金龟絮 穷的只能当王八蛋 没有对象是单身狗 对象多的呢 就是大猪蹄子 成功了就是牛 失败了就是狼狈 反正不论好坏都不是人 总而言之 就是活脱脱的禽兽进化石 现如今有三个最让人迷惑的职业 第一就是保安 他不一定能保护你 有时候可能打你 第二就是物业 收了物业费 不一定能够给你服务 很多时候会给你添堵 第三就是保险 有事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得到保障 很可能跟你扯皮 玩文字游戏 请问丈母娘和婆婆有什么区别 丈母娘是婚前折腾 婆婆是婚后折腾 丈母娘降低了结婚率 婆婆提高了离婚率 丈母娘是婚后对女婿好 婆婆是婚前对儿媳好 丈母娘是婚前要房子 要车子要票子 婆婆婚后只要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